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回备战士神的试炼 这次的试炼我是觉得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困难吧 我是没想到我一次就完成了 只是也是对最近拿拳头打男爵打上瘾了 所以说搞出来这么一个挑战 然后这次挑战是第二章节第九章地图Fortress of Mystery 然后这张地图实际上就是由十个番茄和四个男爵组成的 但是这个番茄的干架实际上可以帮我们削减很多的男爵的血量 所以说实际上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半左右的男爵吧 我猜我只能这样说了 然后确实是有一个是完整的 然后没有狂暴包这个确实让我挺紧张 结果发现之后绕了一大圈 然后把自己都差点绕晕了 只是没想到马上就过了 那还是让我觉得我这个作为挑战是不是有个定位上的错误 不过无论怎么样都好 作为我这种拳头非常弱的使用选手来说 能够完成这么一个所谓的挑战 我也是挺开心的吧 好的 那么我们马上进入游戏吧 好 这次要正式来到游戏里面 好 第二章节 滚 上来呢 先拿到这个盔甲 然后呢 这一波干架呢肯定是要努力的引起的了 然后呢 这里有点看运气就是看看几个男爵会被这个 呃 那个叫什么来着 打死了 那个番茄打死了 因为这个东西我没办法控制啊 呃 我最好的运气是看到有两个男爵被番茄打死了 但是我觉得那应该是很少有的机会 另外就是这些药包呢可以留到最后那就留到最后吧 过了去已经死了一个番茄啊 实际上可以引起这个 努力的引一下这个单向干架 但是好像不太现实很多时候都 然后趁着他们被分散注意力的时候赶紧多打几下 然后这个男爵的血量呢是有1000这么多 所以这个普通的拳头如果运气不好呢可能要打500下他才会死 然后呢就是他的男爵的近战伤害实际上是比他的 比他的那个火球要高的 所以说尽可能 尽可能不要被他近战伤害所打到 哎呦 死了一个 很好 啊 死了两个吗 好像死了两个 还真死了两个 好了 番茄已经贵了 剩下最后一个番茄了 哎呦 这次是靠脸过关了吗 是哦 我下1 我想说 我要是打这个番茄可能 哦 死了 过了去 这次脸这么好啊 过了去 这不能算挑战吧 我想说 我是不是要禁止引起干架才可以啊 还是说还有一个男爵没被触发 有一个男爵没被触发 还是说他在这儿 那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男爵 我数一下五下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三十五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 二十九 三十 三十 三十一 喂 还好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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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六 五十 五十七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我自己都快站著頭暈了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6 我現在一下就有可能死 77 78 79 80 80 81 82 83 yes 83下其實已經超過中值了我想說 中值是 一百下才死嗎 好緊張啊 剛才最後的那一下 果然我這個垂人水平有限 沒想到一次就成功了 我都不知道算不算是一個挑戰比較好 6分29秒就是 好緊張 這讓我今天本來精神不是很好 沒想到這個轉了轉了自己都快頭暈了 然後沒想到還是成功的一波過了 我本來想這個挑戰可能會比較難 但是 反正都出來了 就是這樣子 好 那麼今天這個回味城市神的試煉的視頻就到這裡結束了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